我在我们的HTML里面 抱歉,在我们的DOM里面 产生一个script的tag street tag的 所以create element script,就是做HTML处理 我们在那个 DOM tree里面,我们在这网页的DOM tree里面 产生一个script,然后 head.appendCharge script 真正去做request 去做,去把那个Yahoo的 那个server把东西抓过来的是哪一个叙述 就是head.appendCharge 这个时候,他把Yahoo的那个 街上放到我们的 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DOM 我们的这个DOM里面的 那个script的tag里面去 我们script刚建立了,摆进去 摆进去以后干嘛 摆进去以后我们就要处理了 处理的话就是call by function,所以这个时候到19页了 那19页那个 那个 那个handler handler就是call by function 就是我要处理,那怎么处理呢 就把里面的资料拿出来 就把他的content拿出来 所以接下来的东西就是看里面有什么item 这个时候你要看你的逻辑了 就是要看你知不知道里面的资料结构是什么 就自己写的那个资料结构是什么 所以handler就是看 里面的item要怎么样摆到那个division里面去 变成hml呈现 所以 19页那一块 19页那一个函数 这个接上handler 接上handler的那个function做什么 就是把 把那个,你刚刚拿过来的那些 Yahoo server抓过来的东西呢 把它变成hml 呈现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做这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 就 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 呃,我们刚刚讲的 screen type hack 就把 Yahoo pipe的东西 或是任何serv party的东西 放到我的网页里面 而且 我没有键server 比如client端加上screen 如果加上这些就可以了 那当然 嗯 从第三方抓出来的东西 不一定都是接上 有可能是sml 所以 所以在这个20页 19、20页那边 呃就是 那你对照了 呃 19页到20页 20页上面就是 呃sml 20页下面就是 是接上 到21页 那就是对照 对照如果抓过来的东西是sml的话 长得怎么样 是接上的话 长得怎么样 那这个是 呃 这个 那 那你抓过来的 最后要呈现在hml里面的 的内容呢 那就是在 22页 22页就是呈现在 在 你产生的hml 对 你产生的hml 你产生的hml 对 你产生的hml 就是在 22页的那个部分 这 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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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这个我想就是把那个过程跟大家说明了一下 那 那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一个部分 就是 所以 所以 我们要回到头影片这里 所以 亚护派呢 它可以support RSS support JSON 那它可以support另外一个format 我们常常会用到 跟地图合在一起要用到 或是跟 就是kml 的format 那 kml 这个是后面一段就谈 谈这些了 在 24页 25页 谈这些 那kml 是什么东西呢 kml 也是个markup language keyhole markup language 那这个keyhole是一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被google买去了 google买去以后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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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 它的用来描述 描述这个地理的 资讯的这个 呃 一个标准的 一个 表示方式 那 那它长到什么样呢 它长 长相 譬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了 24页那边有个例子 哈 24页这个例子 它是要描述什么 它是要描述 呃 24页到25页 24页下面到25页上 它是一个 呃 这就是一个kml 呃 kml当然是sml的格式 然后它是要描述 呃 从google earth 它在google earth上面 画一个东西 画一些东西要标在google earth上面 当然也可以挂在google map上面 也可以啊 google map 我们接下来两周就会谈到google map 哈 那要画什么都会放到google上面呢 就是上个星期 最 这个 这个 top 20 earthquake 就是最大的24地震 把上个星期最大的24地震 画在这个 那在24页最下面就有哈 那 然后在那 那这些地震的地方怎么样放在地图上面 就加上这个 就加上这个所谓 所谓 place mark 所以它就有这个place mark 呃 就是 每一家land mark 对 我在地图上面看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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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志 那个那个mark 我在地图上面要加一个一个mark 怎么加 那怎么加 那样的程式来加 但是 也加在哪里呢 就是一个一个存在这种 sml的这档案上面 用keyhole mark out language 来标示的这个档案 所以 所以这个place mark上面有像 比如说第一个地震 在斐济 在Fiji 然后它这个是6.5级的 然后这个可以有描述 这个name description place mark上面有name description 然后在下一页到25页内有time stamp 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 然后呢地点 point coordinate 这个等于是它的经纬度 在哪里 通通有了 对 你有了这个东西 你有了这个描述 到google map上面去 它就可以标定 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keyhole language是什么 是让我们描述地点的 然后描述事件的 那程式上面 我要在上面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再跟像是在stream map 再跟这个 跟bus 在google map上面 我要跟我们google bus 或是stream map 要跟其他再加层次 再加其他应用 通通可以 就是这个 但是描述的那个标准的格式呢 就是这个keyhole keyhole的mark out language 所以这个 它是sml的这个格式 要描述 那 那所以 后来总的再做一个review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从yahoo 所以我们地图的东西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把它抓过来 然后 这个kml呢 在传输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叫做kmz 就变成叫做kmz的format kml是它的language 那传输的格式是kmz 那然后在这个地图上怎么标示 那在google map上面 那这些 这些在 我就不详细讲2627页 那 那整个回忆一下 我们刚刚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把这个 利用javascript 然后把这个 从dissertparty的server上面 取得接照或者sml 然后呢把它display到 HmL里面 然后用HmL division的这个tag 然后把它呈现在这个 我们网页上面 就是只有客户 不是客户 第三个user user就看到 这个 因为javascript 是在每一个user的这个 页面上面呈现 那javascript 是在它的那个 浏览器上呈现 所以它的浏览器 會去yahoo server上面去抓 抓了以后呢 那呈现在db群上面 那是我写的程式 那我写的程式 可是在 第三方的那个使用者 到第三方 他不用到我的server上来抓 他到第三方的网站 到yahoo server上 把资料抓过来 那呈现在 它的网页上面 就看端 那我们server有没有做事情 我们server没有 我们没有自己建一个server 那这就是javascript做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建server 做proxy做 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现在 刚刚谈的那个做法 完全没有动到server server就是把我的程式 使用者要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网页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javascript 有css 有HmL这些东西 他把它弄到它的 到它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去 然后呢 再用去第三方的server 把rss或json 抓到 他的浏览器里面 呈现 基本上就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刚刚做的那个y 就是说这个 ypipe接上 这个等于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用的程式 那要看你怎么样的来 来这个 当然要 另外一个前提是 你看到环境里面 它要容许你的网页里面 摆进自己的javascript 像雅虎无名就不准你 以前准了 后来就不准了 因为怕怕你去做坏事 所以这个 那前提是 这个实在 但你可不可以做呢 是可以做的 你有grease monkey 等等等等 就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就是有 你还是有很多工具 很多东西 那这个 那我们现在谈 基本上这个整个 刚刚那个流程 是完全没有经过server的 完全没有经过这个 我自己的server 我这个浏览器所在server 当然 从这个角度看 这也是很不安全的 这个 对安全性 我就刚才就提到 用街上的parcer 来做这些东西 OK 那这个 头影片我大概就谈到这里了 OK 啊有没有问题 好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我把 我把这个 分组 跟 跟这个Facebook上面 我跟 我们在学习的 的 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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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